- 嗨,大家好,我是鹿講 今天這支影片我要帶大家去日本關西的冰庫縣 先讓我們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冰庫縣 冰庫縣為於日本的關西地區 作為觀光區深受日本人的喜愛 充滿獨特的魅力 有被登入為世界遺產的紀錄城 好吃到名氣想到不行的蛋馬牛 世界最大的漩渦、冥蒙窩草等等 這次會帶大家走訪神戶、淡路島和吉路三大地區 這次會帶大家去非常多景點 如果有要安排關係旅行的也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站我們先來到的是神戶的 是我還在台灣的時候就知道一個超有名的地方 趕快帶大家去看一下吧 神戶地區留存著許多明治時期開始 歐美人居住的西式建築 這些建築被稱為藝人館 街景非常浪漫也充滿西式風情 其中封建機制館在作為北野藝人館的象徵 也被選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館內完整地保存了當時人的生活足跡 是來神戶必須絕對要踩的景點 那這間屋子呢 它本身是以前住在神戶這裡的歐美貿易商 它的自宅 裡面全部的裝潢都超像電影會出現的家 真的太美了 因為有很多住宅又是沒有留下照片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他們留下來的這個房子很多地方 還有照片可以看到以前的人怎麼生活的 還蠻特別的 那剛才館長跟我們說的這個設計其實非常的特別 他們上面是故意做成那樣子的設計 這樣整個門看起來會很像是 中世紀的城跟塔的感覺 好用心喔在這些小地方 天啊真的太可愛太美了 因為我非常喜歡這種風格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真的覺得是夢想中的家耶 那逛完一二樓之後 在二樓這裡還有他們的周邊販售店 這裡也賣超多小東西 好可愛 這個店子超可愛的 我的媽 這個除了拿來放餐具之外呢 也可以把它擺起來做裝飾 參觀完封建機之館 下一站去吃午餐 今天吃的店家是 這家店好像還有登在米其林的書上面 我在來之前都超級期待了 那我今天吃的是五間套餐 它總共有兩大盤 首先第一盤呢 主要都是偏向沙拉類比較多的都是冷盤 真的擺盤真的好精緻 我超愛日本料理 就是日本料理不只是味道 光看都會覺得心情很好 而且他們另外還有一張菜單 告訴我們說每一盤是什麼東西 每一道小菜雖然份量多不多 可是因為菜色很豐富的關係 整套吃起來應該蠻飽的 我覺得在這個地理位置 然後可以吃到這樣豐富的菜色 然後它的味道真的很鮮細 而且跟大家說 我們這家進來之前呢 就會已經看到外面的板子寫 今天全部都滿溪 就被大家預約完了 這家店真的非常有人氣 所以大家來之前一定要記得預約 吃到最後一道來吃他們的甜點是 酒釀布丁 酒味很重 可是它融合的蠻好的 很酷欸這個沒有吃過 好特別喔 然後它吃起來的口感 又有一點點科技感 我們點了一個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醬 大家看它的前面滿滿的巧克力慕斯 它這個巧克力吃起來很濃郁 而且是苦甜的 然後大家看最下面那邊還有點布朗尼 然後這上面呢是柑橘醬 口感層次超豐富的好吃 果然神戶的甜點真的是名不虛傳 大家現在我要去搭神戶他們這裡的遊覽船 叫做ロイヤルプリンセス 很期待 他們說這個是他們這裡的非常具代表性的遊覽船 可以看到很美麗的神戶岡景色 大家看這個波光零零的海面 好美喔 遊覽船的內部非常寬敞 大家可以選擇坐在船艙悠閒欣賞美景 還是到外面近距離的感受大自然以及大橋的魄力 我們當天整船的人都在外面 果然坐遊覽船就要到外面才有值回票價的感覺 嗨大家我們現在來到下一站 下一站來到的是阿朵阿水族館 他們這個水族館呢是2021年10月新開幕的設施 是四層的建築然後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主題 那這個水族館非常特別的是 它是結合了藝術的水族館 聽說一開幕就超多日本人來了 現在終於可以透過影片拍給大家看 這一間水族館逛完我只能說 請大家列入來神戶的必來景點 這是一間融合藝術跳脫框架的體驗型水族館 以波浪為異象設計的灰色建築 非常的顯眼也很有特色 每一層樓都有各自表達的異象主題 透過光影呈現獨特的世界觀 有些層像是置身於海洋之中 而有些又像是走進神秘的熱帶雨林 有些是打造了完整的日本和風空間 最頂樓還可以看到水豚、水踏 搭配夕陽真的非常的放鬆 那除了觀賞用的空間之外 他們還有設置許多體驗互動設施 讓大人、小孩都可以好好享受 適合家族旅遊、情侶旅遊、朋友旅遊 什麼都適合 逛完肚子餓之後 一樓還有提供各式不同主題的餐廳 讓味蕾也可以好好的享受 我當時點了一杯調酒 邊看酒吧天花板的透明水族香草 真的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各位我們來到今天的住宿 我們今天的住宿呢是這一家 聽說他們這裡是有拿過米其林的住宿喔 又是知名的油馬溫泉 這個旅館真的是我這次最期待的行程之一 那我們到飯店之後呢先去吃飯 今天的晚餐呢會吃超有名的蛋馬牛 果然是來神戶就要吃蛋馬牛 果然是來神戶就要吃蛋馬牛 我們今天是蛋馬牛 一看就知道了一定非常的好吃 我們要開動了 いただきます 各位我們必須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真的是太好吃 入口即化太誇張了 他的油脂真的分配得非常的剛好 然後因為他們本身旁邊 有搭配非常多的蔬菜 那如果說你吃到後來想要換一點口味的話 你可以搭配蔬菜還有芥末 然後也可以選擇沾鹽 欸好好吃好誇張喔 大家來神戶拜託你們要吃牛 更要來這家旅館太好吃 欸真的是入口即化沒有騙大家 嗨大家我已經回到今天住的房間了 我真的覺得大家來有馬溫泉 非常的推薦這家旅館 我剛才已經吃了晚餐嘛 每一道都很精緻又很好吃 而且他最後的甜點還是紅豆甜湯 我覺得他們還蠻特別的是 雖然是日式料理 可是他們又融合一點洋風的時髦時尚感 所以就讓他們的菜單跟其他溫泉旅館 非常的不一樣 然後另外我現在來到房間 首先這個房間有非常完整的客廳 它的寢室也非常非常的大 那寢室跟客廳的都各有一台電視 然後讓我最驚訝的是這個房間 它竟然有三溫暖 還有露天風呂 它整個已經不是溫泉旅館的房間等級 整個就像是一棟別墅的感覺 真的完全能夠理解為什麼這家會這麼有名 還可以拿到米其林 好那接下來我也要準備洗澡休息迎接第二天 第二天我們要去淡路島 那我們大家就明天見 掰掰 第二天一大早吃完早餐 我們就準備出發去淡路島 淡路島的第一站 我們來到的是所有大人小孩的夢想 二次元之聲 二次元之聲 是一個用五官和運動來體驗 二次元世界的動漫主題公園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愛的蠟筆小新 勇者鬥惡龍 哥吉拉 還有拿著多火影忍者 除了完整呈現壯觀的火影岩 木葉忍者村 和名人最愛的伊勒拉麵之外 還有互動設施可以闖關解鎖任務 就像置身於動漫世界之中 另外這裡的stuff也都對火影抱著滿滿的愛 相信喜歡火影的人一定可以玩得很開心 我現在已經來到蠟筆小新的園區 他們這裡有超多小新的等生大人物可以拍照 就除了小新之外還有廣製 而且連布里布里佐衛們都有 超可愛的 天啊 雙葉幼稚園 大家一定要來 太可愛了 吉隆老師 而且裡面還有園長 還有園長跟小新 這個空地就是平常我們看到小新他們在這裡玩遊戲的地方 那剛才大陸島他們的人跟我說 其實這裡是可以聞到廣製的襪子腳臭的味道 但是因為現在維修沒辦法聞到 如果大家來的話大家可以聞聞看 在二次元之森拍了一堆照片後 前往大明門橋紀念館 我稱它為洋蔥遊樂園 大陸島的洋蔥真的非常好吃 之前第一次吃的時候 我真的深受感動 那在這裡除了可以帶洋蔥假髮 和巨大洋蔥拍照之外 還可以買很多洋蔥紀念品 另外當天我依然吃了洋蔥漢堡 點了和之前不同的焗烤口味 也很好吃喔 那接下來前往觀賞明門倭草 乘坐郵輪靠近大明門橋的時候 可以看到隨著明門海峽的潮汐漲退 而產生了自然景觀渦潮 真的非常的壯觀 明門渦潮也被稱為是世界三大渦潮之一 也是來淡路島非常值得一看的自然現象喔 好大家那現在已經結束一整天的淡路島行程 我現在已經來到今天晚上要住的飯店 叫做新淡路島飯店 他的房間真的是太美太豪華了 而且他每個房間都有自己的名字 我今天住的房型叫做孟州 這次的冰庫旅行真的是奢華之旅 馬上帶大家看一下房間長怎樣 右手邊是我們的客廳還有餐桌 那我們今天呢會在那裡吃晚餐 然後客廳的右邊這裡是寢室 然後帶大家看我這隻個人最心動的空間就是衛浴 首先這裡是洗面台 然後洗面台往裡面走 就是我們洗澡的地方 然後這個門打開 露天風呂 晚上在這裡泡澡會有多舒服 而且露天風呂往右邊走就會來到我們的大露台 可以看到整片海景 真的太享受 這次來冰庫縣旅遊住的兩間飯店 請大家都有銀冠筆畫起來在畫星星 一定要筆記起來 真的太值得來了 真的很適合想要來日本好好的放鬆度假的各位 我們今天吃的是河豚全餐 從河豚湯、河豚火鍋、河豚生魚片 再一路吃到烤河豚 沒想到一桶河豚有這麼多吃法 從小看日劇只有在高級溫泉旅館的地方 才有河豚可以吃 所以這次可以吃到這個河豚全餐真的超開心的 大家看河豚它就是薄薄的一片 河豚火鍋的河豚魚肉好嫩喔 各式魚片吃起來都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然後他們這個火鍋除了河豚之外呢 還有各式各樣的蔬菜 所以其實吃起來對身體並不是很負擔的 我剛才吃了他們的甜點 他們的甜點超厲害的 太好吃耶 我還可以再吃五個 整個套餐都非常的日式 然後最後甜點來個洋室就已經很直律了 結果沒想到還這麼好吃 大家如果來這間飯店的話 真的可以考慮吃他們的整個全餐 那因為現在已經很晚了 我等一下就去泡一下他們的露天風呂 然後泡完準備睡覺 明天再帶大家去紀錄 那大家就跟我一起待第三天吧 晚安 嗨 大家早安 那今天已經是第三天 第三天呢我們要帶大家去逛紀錄 那現在第一站來到的是紀錄城 那紀錄城呢它離紀錄車站也非常的近 所以大家如果來紀錄的話 一開始就可以先排這個紀錄城 那紀錄城呢因為他們是很有名的觀光地嘛 他們這裡也有對應很多各種不同的語言 當然也有我們的繁體中文 大家來的話呢就可以拿這個上面 應該有寫很多資訊可以邊看一下 剛才紀錄城的工作人員說 這個口是炮彈口 那因為他們的建築設計都比較矮的關係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走路的時候不要撞到頭 那今天的午餐呢我們要吃的是這一家 那這一家是新蠻料理 因為紀錄的新蠻非常非常的有名 所以中午呢我們當然就是插入了這個 新蠻料理的行程 那我們趕快去吃吧 他們這個超豐富的除了有新蠻丼飯之外 還有新蠻天婦羅 還有新蠻玉子燒 我雖然非常非常喜歡吃新蠻 可是也沒有吃過這麼多種類 所以真的超級期待 日本的新蠻真的超好吃的 他們家新蠻呢吃起來是比較有口感的 跟芥末搭在一起超搭 這一次來的冰庫旅程好像常常一魚多吃耶 而且河豚也是 各位再說一次 喜歡新蠻的朋友 請你們把這家畫起來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 如果要吃一本就要吃一本就要吃這個 就要吃這個很久了 很酷 我們點的草莓聖代來了 大家看它的整個聖代超豪華的 上面有草莓 藍莓 餅乾 還有冰淇淋 那他們家咖啡店除了賣午餐跟咖啡之外 還有賣一些土產還蠻特別的 好大家那我們這一次的冰庫旅遊影片結束了 這一次我們主要去的三個地方是神戶 淡路島還有基路 那除了淡路島之外呢 神戶還有基路都是我第一次去 這一次真的玩得非常開心 每個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而且食物都非常好吃 就不知道大家對影片哪個部分印象最深刻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這兩天的住宿真的太棒了 都很有保護隱私的感覺 而且他們的房間都非常的豪華 那也都有露天風雨 早上跟晚上都可以去泡 可能會有一些觀眾比較不習慣 就是全裸跟日本人一起泡飯的話呢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選這種有露天風雨的房間 那另外呢還有食物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這一次我們吃了很多馬油 有吃和式料理 還有吃河豚全餐、穴子全餐 還有吃到的蛋馬牛 就每一樣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冰庫真的是可以大包口服的地方 那大家坐在關西晚呢 除了大阪跟京都這些定番的行程之外 也可以把冰庫排進去 可以直接照著我這次的點炮 每一個點都非常的推薦 那謝謝大家來看今天這支影片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們最喜歡哪個地方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